洛伯音乐家总是梦想着共争名叫身边美女围绕 然而到美梦成真时一切又变成了一场噩梦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古怪离奇美女如荫的法国奇幻电影《夜来香》 年轻英俊的克劳德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音乐教师 他哭爱音乐 心怀梦想 渴望成为一名作曲家 只可惜这么多年他一直穷困潦倒 默默无闻 邻居们总是嘲笑他 觉得他离军所居不太正常 当时克劳德还是一位夫人家的家庭音乐教师 有次看到这家的衣服油画时 克劳德不禁心之神亡 他开始幻想自己也能像画中的作曲家一样 受到上流社会无数先生女士的喜爱和追捧 结果他就像做梦一样果然来到了画中的世界 他在这里是一位才华横溢为命侠儿的作曲家 他写的歌剧被无数人喜爱 被最有名的演员演绎 而且还有一位美丽优雅的贵妇人对他爱梦不一 克劳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觉得自己一定在做梦 他有点害怕于是就退出了打听 梦也随之醒来 这时他恶然发现 梦中的那位贵妇人 原来就是这家的女主人 克劳德有点尴尬害羞 赶紧脱骨离开了这里 当时克劳德住所附近有一家修理厂 修理厂老板的女儿苏珊一直很喜欢克劳德 她喜欢晚上听克劳德弹琴 对她的才华非常崇拜 但苏珊的父亲看不起克劳德 近日女儿和她来往 虽然克劳德也很喜欢苏珊 但她眼下穷困潦倒 自顾不暇 一直不敢向她表白 理想的不顺 爱情的失落 再加上旁人的轻面 让克劳德越来越郁郁寡欢 厌恶现实 有次她在酒馆弦坐时听到了一首多听的曲子 当时酒馆的收缘员是个非常标志 漂亮的女子 她和克劳德都很喜欢这首曲子 两人正沉醉其中 结果有人故意切换了曲子 打乱了克劳德的心思 克劳德要走时 他们又拿克劳德的帽子玩闹 克劳德就这么被戏弄了一番 只好兴兴地回到了家 这天晚上 郁闷的克劳德又做了一个美梦 她再次来到了大厅 见到了那位优雅的贵夫人 她向贵夫人大吐哭水 感叹着卑微误趣的人生 但贵夫人却说 她可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音乐天才 她是巴黎歌剧院的主角 整个法国的音乐新星 这时克劳德发现 自己竟来到了1900年的巴黎 她难言许悦之情 不禁感叹这是最好的时代 然而一旁的老人却非常不屑地不是她说 1830年 菲利普统治下的法国才是最好的时代 那是法国士兵威武雄壮 在阿尔及利亚所向无敌 克劳德被老人的话感动 于是就来到了1830年 这是她称了一名陆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官 伴随着一阵优美的歌声 克劳德来到了一座宫殿 并在这里遇到了一位 美艳无比的阿尔及利亚公主 公主本打算自杀克劳德 结果却被她的外表征服 克劳德自称是位音乐家 成功俯获了公主的放心 最后克劳德还成为了战斗英雄 被授予了勋章 这时克劳德又开始感叹 说这简直是最好的时代 没想到这时 一个老兵又不是克劳德说 这样的战争年代 怎么能说是最好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前 路易十六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 只有经过那个时代 人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这时镜头一转 克劳德来到了一个名利的大厅 一位贵族小姐正在她的指导下练习钢琴 小姐长得娇美可爱 面肉桃花 双目含情 两人之间早就互生情愫 只是爱与管家在场 两人只能偷偷摸摸的谈情说爱 互诉忠常 结果不幸的是 小姐的父亲还是抓到了两人 父亲一怒之下 就要把这个出身卑贱农民的音乐教师赶入家门 克劳德一听此言 立刻就火冒三丈 当即就通骂老爷子孕夫守旧 思想落后 克劳德一时激动 于是就从春节的爱情 一直谈到了平等自由 不爱的社会理想 他通骂贵族阶层的腐朽 号召人民反抗贵族专制 结果他刚害激昂的演讲 立刻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小姐最后也背叛父亲站在了他的一边 眼看着民众群情激昂 正要冲向八十地狱时 突然有人敲响了克劳德的门 他从梦中静醒了过来 原来克劳德租借的钢琴早已到了期限 老板准备过几天 就找人抬走这架钢琴 正是窗外非常吵杂 克劳德难以再次入眠 他索性决定去学校上班 结果刚一出门 就被修理厂的气泵管子搬了一跤 好在对方是老板的女儿苏珊 克劳德也不忍责怪 来到学校以后 克劳德发现自己一扇不整 十分邋遢 学生们也无心上课 只顾一个劲地嘲笑克劳德 克劳德一戏之下 又离开了学校 当他到邮居拿信时 又见到了那位梦中的公主 原来这位公主的原情就是酒馆的那个收银员 克劳德本想和他多聊几句 没准会收获爱情 结果这时 女子的未婚夫突然走了进来 克劳德见此非常失望 只好纷纷地告别了女子 由于当时 克劳德的身份证件遭遇过期 所以邮居的工作人员拒绝把信给他 克劳德被气得够呛 发现了一通后 这才回他家 这时搬运工正要搬走克劳德租借的那家钢签 克劳德本就心情不好 一怒之下就赶走了搬运工 最后工人只好叫来拉警察 将克劳德抓了起来 迟到鲁金 邻居们也很担心 克劳德会受不了打击 然而实际情况是 克劳德在监狱中非常惬意 监狱这么安静 再也没有人能打扰他继续做梦 梦中的克劳德首先回到了大革命时代 见到了那位贵族小姐 由于小姐的父亲此刻正在家中 俩人简单说了几句话 便云定晚上再次相会 告别了小姐以后 克劳德又来到了阿尔及利亚 这时那位美丽的公主正在日夜思念着克劳德 趁着守卫不在的时候 公主赶紧派侍女将大门钥匙送到了克劳德手中 并等着克劳德今晚月圆时 公主会在宫殿等他 克劳德听后欣喜万分 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歌剧 结果时空再次交错 克劳德又来到了1900年的巴黎 他刚刚指挥完了一场音乐会 那位贵夫人听得如吃如醉 对他的才华暂谈不一 贵夫人还告诉克劳德 晚上到他家中单独见面 然而不幸的是 梦中的时刻还没有到晚上 警察就叫醒了克劳德 说是要释放他回家 克劳德听后大之所望 斥责别人又打扰了他的美梦 这让人们大火不解 感觉克劳德很可能已经发了疯 为了睡个好觉 克劳德来到药店打算买瓶安眠药 但因为警察担心克劳德会自杀 便提醒老板不要卖给他 克劳德见此非常恼火 妈妈咧咧地离开了药店 为了安抚克劳德 邻居们帮他付了租借钢筋的钱 留下了这架钢筋 可是克劳德现在却对这些东西 全然没有兴趣 看着他的样子 邻居们越发担心他会想不开 三个邻居于是守在门口打算蒸碗豆看护克劳德 结果克劳德忍无可忍 一把就抢过来了安眠药 喝下药后 克劳德这才如愿以偿进入了梦乡 这次他第一个来到了那位贵夫人的家中 结果贵夫人却责怪他来得太晚 因为此时此刻他的丈夫已经快要回到家中 就在这时 贵夫人的丈夫正好回家 发现妻子不忠后 丈夫二法不说拿起手枪就冲了进来 好在克劳德跑到机时躲过来一劫 这时时空再次交错 克劳德又来到了公主的时代 克劳德和公主久别充逢 只顾着谈情说爱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减逼 就在这时 达庭已经聚集了很多阿尔及利亚卫兵 他们的领袖也不想为难克劳德 只想捡下一样东西 公主听了以后早就被吓得混去了过去 好在克劳德身受敏捷 混战中夺下剪刀 逃了出来 告别了公主以后 克劳德又来到了大革命时代 结果不幸的是 这时革命已经爆发 小姐一家因为是贵族 早已被非奴的民众抓了起来 克劳德因为没有身份 又是一身贵族打扮 结果最后自己也被非奴的民众囚禁了起来 正时克劳德又听一个老人抱怨道 如今的法国简直像个地狱 还是路易十三的时代最好 结果老人寓意成谶 时空再次交错 克劳德又来到了路易十三时代 不过这一次 他竟然来到了大众马三个火销手的疏众世界 而且他又成了音乐教师 还撬走了达拉尼亚的情人 四个剑客见死说着就要杀死这个无始下流的克劳德 还好克劳德跑得很快 再次逃脱了一个可怕的时代 当克劳德再次见到那位贵族小姐时 他不禁感慨道 人类的幸福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如果他和小姐能活在二十世纪 该有多好 就算平凡普通 起码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不像现在这样 人们一边可口声声 自由平等 一边又把一个个呜呜的同胞送上了断头台 就在临醒之前 克劳德还想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发表一些感言 结果台下空屋一人 只有一条碰巧路过的小狗 最终克劳德再次醒来 这一次他终于清醒了不少 他不想再睡觉 不想再回到梦中那个可怕的时间 没想到这时 苏珊小姐也没有睡觉 见到苏珊以后 他还以为自己仍在梦中 苏珊还是那位贵族小姐 于是他就催眠了苏珊一下 结果发现这是二十世纪 苏珊因为担忧克劳德 这才一夜都没有合眼 克劳德听后非常高兴 原来苏珊一直很喜欢自己 而且这次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梦 一些都是真实的 不过因为艾眠药过量的缘故 接下来的几天 克劳德无论做什么事总是精神萎靡 混混欲睡 虽然眼下他已经和苏珊确定了关系 但苏珊的父亲依然反对克劳德和女儿的恋情 心情不好的克劳德再次来到了那家酒馆 在摇篮曲的催眠下 他最后一次进入了梦乡 这一次他第一个来到了1900年那位贵妇人这里 结果两人还没有说几句话 贵妇人的丈夫为了尊严 就要和克劳德决斗 结果就在这时 音乐会也立刻变了味道 各种各样的噪音 刺激笔伏 整个音乐会立刻乱成了一锅粥 克劳德随后又来到了阿尔及利亚 这时上级已经同意让他迎娶这位二国的公主 但是克劳德有了苏珊 不想再和别的女人结婚 结果克劳德就此得罪了上级 被热令就立枪决 好在克劳德跑路的本领乌克匹迪 再次逃出了宫殿 不想半路上 他又遇到了达达尼亚等人 热下一群人开始疯狂的追击克劳德 场面彻底失控 克劳德赶紧对天祈祷 让他回到最好的时代 结果一回头 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恐龙时代 几个原始野人 二话不说 见面就要吹死克劳德 好在邻居们及时赶到 开车接走了克劳德 克劳德等人驾着汽车 一路穿过了好多时代 龙马时代 中世纪 十七十八世纪等等一路狂飙 随后他又来到了1900年 这时那违背绿的丈夫正在等着和他决斗 这个人应该没有见过汽车 拿着见就直奔汽车而去 结果可想而知 汽车直接在他身上粘牙了过去 看到这等怪事 贵夫人当场下晕 这时克劳德等人继续开车狂飙 后面几个世纪的追兵也穷锐不舍 好在最后 克劳德终于醒了过来 噩梦也终于结束 这是克劳德突然收到了一封知道的来信 原来几个月前 他将自己创作的一部歌剧 寄给了一个知名音乐人 本来克劳德以为对方一定会拒绝他的稿件 结果没想到的是 克劳德的歌剧竟然获得了认可 而且不仅如此 他的歌剧竟然已经在剧院上演 好在这次的幸福不是做梦 最后苏珊的父亲也终于接到了克劳德 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电影也到此结束 这可真是一部让人目瞪口呆的奇幻电影 不但脑洞大开 构思奇妙 各种幻场无缝衔接 而且片中的女演员也是一个个美艳绝伦 简直难以想象 这是一部1952年的法国电影 好了 本集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